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3月18日 今天是星期六 好 那麼我們今天 繼續跟大家揭露香港的時事 還有國際時事 我們今天將會繼續 有調查報導 當然 我們這段時間 這幾天因為是有工作的事情 所以會比較 時間比較緊密 但是不代表我們不跟大家繼續調查 不過 我們會集中在 前面的線索 跟大家繼續推敲 各種的矛盾 當中也牽涉我們本台也是有 獨家的一些消息關於 當那幾個兇手被捕的時候 的情況 我們也會詳細跟大家再一一分析 與此同時 我們現在一定要跟大家繼續關注 香港的時事 還有國際 中南海局勢等等 我們這一節繼續跟大家講香港的時事 這一節繼續關注 香港的治安和香港 的黑暗 昨天跟大家揭露 又跟警察有關 牽涉 是一個 迷奸的案件 關於警察的惡行 這幾年可以說 是層出不窮 不斷出現 其實 原因也很簡單 失去了 制衡 基本上 不需要負上 任何責任 又或者 犯了 很嚴重的罪行 才 可能 會 被隔職 可能會有人 例如一些政府的支持者 又說 看到他 被報出來的時候 他不是又是被人拘捕嗎 沒有問題呀 問題就正正在這裏 如果不是 已經是兇殺案 死了人 才叫做 案件爆出來 到底 你想像一下 他還可以重複犯案多少次呢 這件事 在以往有制度的時候 又或者在其他地方 根本沒有可能 是去到這樣的程度 也很簡單 不是說之後他犯了法 有沒有人拘捕他的問題 而是 為甚麼 一而再 再而三 有警員犯法 而其他 同袍 其他監管機構 視若無睹 這個才是關鍵 這節也是要繼續 揭露 黑警 是叫做洗橫手 以前 未必夠膽這樣做 尤其是 今時今日 其實 周圍都是這個 手機 攝錄鏡頭 但是他們反而 在香港居然的行為 是變本加厲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記得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法 即是無限循環播放大法 大家也可以用 增速播放大法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我們繼續 跟大家 第一時間 跟大家分析 講解最新的事實 我們也會 新追加調查報導 除了我們的調查能力 分析 我們也需要有時報料 有一些 可能是 獨家的資料 交給我們 再加上我們的分析 以及其他的首證 將會 對一件事 會有更加透徹的了解 尤其是現在 香港的媒體 會有政治的agenda 當收到 來自官方的要求 又或者甚至乎 更加惡劣 是官方可能未有正式的要求 他們已經 主動獻身 這個是 是一個徹底的淪陷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 獨立的媒體 是更加重要的 這個也是我們的工作之一 即是我們 在今天18日我們稍後時間 在英國 將會有一個會議 找了很多 香港人在一起 為 光復香港繼續做準備工作 我們直接去建立一個組織 我們也 上到萬城看到了很多朋友 也有很多 香港人組織 我真的再想說多次 香港人 不是沒有組織 但是如果這個組織 是純粹 是一個娛樂性質 是一個 亂移性質 的話 這個時代我認為是要過去的 如果你真的覺得 要 為光復香港去做事的話 我不是說看到香港人的社區有問題 但是 香港人現在最多 移民了英國的人 可能有心的人 最大的投訴 就是覺得除了生活 生活 和生活 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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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之外 就是沒有其他內容 看到香港這樣的案件 我們不是說要立即要做些甚麼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動力 所以 請大家就是不時 有時去看看這些案件 可能那個不公義 不是很大 但是每一個 微小的不公義加起來 就是很過分 就是整個制度性崩潰 就是 將那些罪惡 串連在一起 是可以變得很大 這節 要說回內容了 這節是網上流傳著一條影片 拍攝到 一個憤怒的男子 跟一班 執法人員 即是警員在爭執 片段顯示 當時 這班 警察 就是去在香港割狗菜 即是 不斷 向 交通 這些車輛發出告票 發出告票不要緊 如果我斷政給你 心甘情願 但是 如果你洗橫手 明明我沒有犯規 你硬要我付錢 你不如 攤大手掌問我拿吧 320元我不是給不起 這正正是片段裏面憤怒的男子 爆出來的對白 發生甚麼事呢 原來 黑警洗橫手 你要罰 罰款 不要緊 但是 不要那麼離譜 你有 其他能力的 你就去調整咪錶 整個咪錶拆掉 他們做甚麼呢 明明是還沒有時間 這個男子把車拍在咪錶位置 趕回去 現場就預備入錶 預備入錶的時候 居然遭受幾個黑警攔截 甚至乎 在他入錶的時候 一手 抓住這個男子的手 禁止他入錶 然後 再說他過鐘 然後要抄牌 所以這個男子 覺得非常憤怒 現在是不是你們真的兇了 你們是不是真的兇了 這個男子 是黃是藍 沒人知道 就算 他不是黃絲 是那個藍絲 現在香港的警察 是不問情由 出來好像公安 喜歡屈人就屈人 甚至乎明明未過鐘 你抓住人的手不讓人入錶 既然是這樣 不如 大大力 攤開你的手掌 給320元 這個男子最憤怒的地方 就是 320元 不是我給不起 而是你現在按著我來搶 不如下次 拔槍 這句對白就是我講的 不是他講的 當時裏面的片段 警察沒有反駁這個說法 只是叫他冷靜一點 但是男子不斷重複 說 現在是你 抓住我的手 令我入不到咪錶 警察並沒有反駁這個說法 雖然拍攝片段 沒有把前面 拍攝到 但是前文後理 你可以清楚 輕易理解 這個男子那麼憤怒的原因 不是因為被人抄 而是因為他的手 被人捉住 令到他 不能入錶 跟著這個男子 還因為 情緒高漲 在現場叫囂 最終 被這幾個警察 拘捕他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好了 這樣的一件事 你去 有 職務 是有任務 不是職務 是有任務出去 是要將一大堆 告票發出 以前的香港 很可能還是很多人覺得 庫房大把錢 所以不用做這些 這些做得多少 這個說法 現在要細心去想一下 中國大陸 這樣的經濟環境 香港的庫房 尤其是今時今日香港的資訊 紀律部隊 政府 還有香港的媒體 你再想一下 到底 香港政府 是不是真的那麼多錢 其實 早前也有很多消息 流傳過 說 中國大陸的貪官 一早 經由 不同的途徑 指令 香港 要向他們購買金融產品 而事實上 香港的那些所謂庫房 絕大多數的錢 都是用來投資中國大陸 所以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地方真的會 不斷洗橫手 不斷 向市民 勾索 這些 新聞的警方 以往 在國內的新聞 你會看到 現在 在香港街頭 出現 所以大家 真的要小心 就算 你在香港沒有離開 沒有移民 沒有流亡 又或者你已經離開了 只要我們的心 是對準着 你看到這些不公平 看到這些邪惡 我們應該是要想一下到底 我們除了搞聚會 聚會不是不讓你搞 除了聚會 到底 怎樣 可以再將 那個 那件事 是真的 有下一步 我們沒有說我們搞的下一步就是 一定是正確 別人不正確 但是 我最重要是要有下一步 這件事是我們最大的要求 我們不想原地踏步 其實也有很多的方向可以做 即使現在是香港的受害者 首先 這些警員的身份 應該是被揭露出來 當然 香港他們受到 重重的制度保護 受到國安法的法官保護 那不代表 他們是不被國際調查 大家也看看 就算是普京 到了今天也被 國際刑事法庭 對他發出拘捕令 這件事是有可能的 所以各位 即使是 俄羅斯 的總統 普京 一樣要面對 這個拘捕令 所以大家在香港 不要自暴自棄 這件事在未來是會發生的 我們就是應該 將港共這一班人 推向國際刑事法庭 又或者類似的其他程序 還有 請忘記即食面心態 不要三分鐘就問結果是甚麼 甚麼時候可以吃 這些事件 可能是真的要一段時間 如果不是的話 你自己看看藍斯拉夫 這節不詳細說了 我們這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亦有更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製造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